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简单学到了一下 我们的数组运算符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来对我们的数组的一个学习 进行一个应用 那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完成两个小功能 那第一个功能呢 是实现我们用户的一个列表页 那其实呢如果实现了用户列表页 像你的商品列表啊 包括分类列表啊等等 都是一样的效果 这个呢以后我们在做小项目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 那第二个呢会带着大家 来实现一个简易的连版 那首先先看第一个 实现用户列表页的一个效果 好还记得我们在学习数组的时候 定义过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二维的 所以你加关联的一个数组 我说过以后有了数据库之后 我们从数据库中查询出的数据 最终要形成的形式 就是这样一个二维的 所以加关联的性质 第11个 那首先在这简单的先来一个 导航 来个静态页面 table trtd 乘一个5 都要什么呢 编号用户名 接着写上一个年龄 或者性别年龄 加上一个油箱 这样的效果 简单的给了一个表格 来一个样式 cell padding 等于0 cell spacing 也是0 bg color 来一个天蓝色 接着再来一个title 用户列表页 好 接着看到在这儿呢 有这样一个导航 简易的导航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用户列表页 接着有一个用户 会在这产生一个 一行五列的一个内容 像编号为1 用户名是谁 性别为谁 年龄 邮箱 这样的一个效果 包括头像 也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 数据是哪来呢 现在没有数据库 我们就可以通过数组 简单的定义成这样一个样式 定义一个二维的模拟一下 二维的所以加关联的形式 那首先写成一个user info或者users 方果号代表一维 等一个array 来写成一个id 对应的值是1 再来一个username 对应的值是king 再来一个age 对应的值是12 包括性别sex 对应的值是男 还可以再来一个邮箱 email 对应的值 写成一个邮箱 如果你想加上头像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来个头像 写成一个face 对应的值写成一个1.jpg 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个用户的完整信息 接着把它简单复制一下 2345678910 来10个就可以 稍微改一下 23456789 再来一个10 内容这也是稍微加上一下 区分一下就可以 这个数据我们都是简单模拟的 以后这些数据真正的应该从我们的数据库中读取出来才对 接着写成一个女 女 稍微改几个就可以 邮箱呢也是稍微再加一个 12345678911 再来2.jpg 3423411 那现在呢 再来几个头像就可以 我们可以从百度中下载一个头像 来几个明星的 就来这个 彭一彦的 来四张就可以 出来了啊 第一个 我们直接保存到桌面 1.jpg 第二个 稍微模拟一下 2 好 再来一张 第四个 接着呢 我把它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的imagines下 来这样一个文件夹来保存我们的头像 考过来 好 现在的数据已经简单模拟出来了 一共10个用户 那应该在我们的列表页产生一个 10行 5列的这样一个内容 再来一个6列 还有一个头像 那现在呢 是不是应该有多少个人产生多少行啊 那在这儿应该开始来便利我们的数组 那便利数组的时候 第一种你可以通过 for each dollars users as 你要件名的话就取件名 如果只要件值的话 直接写上一个件值就可以 花果号 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元素 会产生一个一行 6列的这些内容 那你要想起 html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把它结束 接着把它粘过来 放到这儿 简单的把这些变成一个x 一会儿呢 再替换成你想要的数据就可以 刷新 你看到 应该是一共10个 没有问题 那现在只能把相应的x 变成我们想要的内容 就没问题了 那首先第一个编号 编号是不是应该是 在user里面的id 这是第一个 同样的第二个 用户名 user里面的username 第三个 性别 echo user里面的sex 第四个 年龄 user里面的age 第五个是邮箱 echo user里面的email 最后一个头像 我们保存的是图片的一个地址 你看到 face 1.jpg 所有的图片呢 我都放到了imagines下 所以说在这儿呢 应该把它显示出来 显示一个小图片 单标记把它封死 src等于谁 alt等于谁 echo一下 dollar the user里面的fac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来设定一下 它的宽和高 小一点 100 100 这样的效果 好 刷新 哎 邮箱这块没有出来 email 把它替换一下 email 接着再往下 这叫face imagines下的 所有的图片 都保存在这个目录下 再看 好 所有的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共10个用户 那当我们再加用户的时候 只会在后面对应的来添加就可以 简单的再复制一下 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内容一样无所谓 你看到 一刷新又会多几个用户 这就是一个用户列表的形式 用户列表的一个形式 这是对我们这个for each便利数组 进行一个简单的应用 那在这儿呢 再交给大家第二种形式 想通过for each便利的时候 你也可以换一种写法 通过什么呢 通过冒号和andfor each 来替代我们这些多花口号 12 同样的也可以 那现在我简单的快速定义一个数组 认识一下 a到z 接着我想便利数组的时候 第一种可以通过for each $ar as$value echo一下到这次value 那第二种 我们可以通过冒号和andfor each 来替代这段花口号 好 你来试验一下 效果是一样的 a到z 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取出来了 这是通过冒号和andfor each 来便利的结果 没问题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带着大家 对我们的便利数组做了一个应用 实现了一个用户列表页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定义一个商品列表 同样的也要像我实现成这样一个效果 像有商品的编号啊 名字啊 接着商品的图片呀 价格呀 你可以自己来定义 接着呢 有一个商品在这来产生一个一行几列的这样一条记录 这样就可以 但以后有了数据库之后呢 这些记录真正的是从数据库里读取出来的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